这一次我们非常荣幸 终于有观众联络我们 然后我们也是主动去洽谈 然后谈到说这一次的录影 这次据说是一个很既传统也时尚的一个空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多传统和多时尚 来,看一下找牌 哈喽,我是老板 嗨,嗨,嗨,嗨 哇,你是老板 对,你要开一下转给他走一个圈吗 就是我是04年喜欢上茶 然后那时候就乱乱买到东西 那种东西就是没有人介绍啦 就感觉像这么茶人这样少的 然后因为我又不认识嘛 然后买到一个八辣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有这么马来西亚不流通的东西 我为什么喜欢上茶 因为那时候我在赤长街那边工作 我做设计那时候 就走来走去在那边打车 就看到那些小的茶壶 万年青咯 好大一啊 那茶壶仔也好大一啊 其实不是喜欢喝茶 是喜欢小茶壶的 男人喜欢玩胡 女人喜欢喝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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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会自己这晚又去选 去 那个时候 07年去台湾旅行就 嗯 英哥那边就 哎呦 就觉得 就觉得不如 拥有自己的茶道咯 那时候人家 怎样喝 我们就怎样喝 买什么我就跟着买什么 那时候 那时候 自己是设计的 他还有秒几个风格 这样子就 不如去学陶咯 可是马来西亚那时候学陶是 那你买原料 几乎是没有的 马来西亚只有两家 可以卖这种原料罢了 嗯 结果就 真正开始自己学做是一二年咯 在YouTube 从YouTube那边学 因为你要上课差不多 又要三年时间 又要给过百千 这样子去学 嗯 所以 我又很心急 要花三年时间 不要咯 就自己上网学 哦 然后 学就像 那个 非洲 像非洲那个方向去 没有学院 没有学校 山卡拉 怎么他们可以做到陶的 就用那种方法来做 上山里面 自己挖那些泥 过那个网去过 粗石头 细石头 拿到的纯泥 就这样子做咯 所以那个泥会比较细咯 没有讲 好像日本的陶会很粗啊 还是什么啊 它就比较细 很接近紫砂这样子 然后就买紫砂壶的那些工具 上淘宝订咯 订咯 订了就 学他们这样子拍咯 买了那本三百多块 学做紫砂壶那本书 不是自己这样子做起咯 结果就 失败多一点啦 烧三次 成型的好像 有不多 失败多了 成型的 你硬的自己弄 你不是买现成的那些料 刚刚开始是啦 可是都不能 之后还是自己做 还是自己挖自己处理 比较 比较好啦 你要粗又可以控制 塞又可以控制 又不塞又不粗 这样子 ok啦 又有一点点质感 这样咯 就拿这一种咯 这样你那个 你家里有设定 那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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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套就接人家的 怡保那边呢 勺摇情况呢 是很悲惨 现在是很多 已经没有人少了 怡保不仅拥有 倍首滋润的好山好水 连土地也是大自然 额外溃增的宝藏 与细矿业相比起来 怡保的陶业极为低调 六十年代初 来自中国潮汕地区的先辈们 在江沙路一带落脚 江沙路位于建打河的支流 巴厘河的岸旁 先辈们受到 优良地域的吸引 他们发现 这里的繁衍土杂质不多 由信号 适用于制造陶器 于是他们 顺理重章地 在此途生与陶逸事业 很多没有人少 拆落的拆落 所以这个情况不是很好 以前帮我烧的也关 你在伊阪那边 那时候这边坐 这边坐干了 然后就加车慢慢加上去 那时候爆了就爆了 算了有一些漂亮的 但是又爆了 又不舍得丢 放在那边 现在那些状况呢 也是会 现在惨了 现在很多都好像还没有睡醒 所以就等他们慢慢复醒 机会应该是没有了的 所以要找别的地方去烧 或者是找别的投资者 愿意开酒店 又愿意开餐馆 然后又愿意做这个东西 大家一起这样子配合 因为以前我们在伊保烧的时候 外国人搭飞机来这边一起烧的啊 为什么不做起这个旅游业呢 我也不明白 所以 就是没有这种人去配合 哦 嗯 就这样 嗯 所以烧了这些 现在是够用了啦 OK 就自己用了 开自己的茶店 然后 用自己做的茶壶来设客户这样 哦 我现在也停止了 到现在 你做糊 不停都不能啊 全部都关了 哦 伊保是在烧桃的 几乎是睡觉状态 嗯 嗯 有多少个哦 你之前 还可以烧的时候 还可以烧 有超过四间 没有啦 五间左右啦 哦 五间六间左右 有一些就不踩我们的 就是他有自己的东西做 就是烧桃池 烧砖的什么 啊 烧砖也有 马桶那种 那种 管道 或者是 呃 瓷砖 瓷砖都没有 呃 花瓶 花瓶 主要花瓶 嗯 那时候主要花瓶 嗯 所以这种就属于高温 高温就OK 嗯 就 对 然后那边还有陶瓶 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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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就我有跟他烧过两次 嗯 所以 这个紫砂壶也是在那边烧 我给陶瓶烧 就不是柴烧啦 这个是梅瑶烧 嗯 第一次 第一次自己做的紫砂 那个时候中国的紫砂艺人 呃 呃 在这边展览表演 嗯 我都还没有买到那些工具 就用手这样子 现成的工具就这样子搓 哦 他留下一kg 然后他就搭飞机回去了 那一kg 就做四把罢了 还有两把破了 嗯 就只有这两把 哈哈哈哈 没有任何工具之下就做了 哎呀 这样子就直接开始了 啊 然后就开始订那些 鸡啊 拉背鸡啊 就在这边了 以后这边开始做咯 哦 嗯 我只会在这边做 那个窑你也没有买下自己 电窑 不打算做电窑 哦 也有这个坚持咯 嗯 嗯 因为不要做 像你认识张重建老师吗 啊 认识啊 烧财要大门店 有啊 哦 本来我是跟他学险的 哦 05-06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最忙的时候 啊 不得控收足地 哦 我又要哦 去了台湾07年更加热咯 啊 他又没有交 我又要 他自学等不了 自学等不了 嗯 心急 嗯 那个时候的心里面就是 也不如有自己的茶壶泡茶 会不会 有自己的reputation啊 或者是什么啊 嗯 只是这样的概念了 嗯 没有其他的 但是你有做了这样多 你有什么 门路展示呢 你有做过什么展示的机会 展示只是一次罢了啦 在一个茶展 哦 啊 茶展就 是大洪化 还是 大洪化 大洪化茶展 对 就为什么这样少呢 是 自己不着空 还是 没有这种活动 一来 我老了 哦 哦 没有这样多力气 哦 然后那边又停摇 烧 就是公司没有再烧 哦 就停了 变成我现在又要另外再找 嗯 嗯 你这个算是你的副业还是 呃 副业哦 然后你也不能全进来做 在副业房子 对 马来西亚 还没有到那边 哈哈哈哈哈哈 还没有到那边 像这样的不浪康也是很难 是 嗯 没有办法啊 这个要用钱去维持啊 要维持好多好多年了,也未必会有那个成绩 我讲你有自己的练习会有开课啊,还是会有人一起跟你,向你请教这样子? 是有啦,有两三个的,之前有三个,然后年轻的 可能也比较辛苦啦,就是你要去挖泥,采泥那一边就,你就已经是脱水了 第二天,第三天,你还要处理,排桥,沙石,那边基本上都要一个星期 因为现在外面的学套可能是30块,烧一个杯,我们叫体验客 很快有现成啦,我们叫喜欢嘛,现成 是这样的? 这种是一个星期,我们都还没有开始搓喔 所以那个过程好就好,在我们可以A到Z,认识到完 不好的地方就是,有没有坚持的这种人去做这个东西 问题是,好像很难找喔 几只再挖,我们会去排一下,那几只安排下去吗? 可以啊,如果你不怕晒,你不怕有Skoppian 乌鲁鱼,乌鲁鱼,乌鲁鲁鱼,会有小蛇 没有那个什么Skoppian,会遇见的,会遇见的 有吗? 我先泡泡茶先 问你的算在艺术界吗?你应该有课计的吗? 我不敢讲啦,不要讲艺术啦,马来西亚还不能 艺术这个东西,这个设计界啦 算是啦,算是啦 不能够说我是全时间啦 嗯,嗯 part time和full time的艺术家是分别很大喔 嗯,嗯 有吗?现在好像好像现在就是在那个 什么PCC啊? 那个 那个 那童山医院对面有一个MORE啊 PCC那样 嗯,那边最近也是在搞这个 有艺术展那个啊? 对,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一个展位 你会去那种一直有曝光的样子 我不懂有那个地方咧 哦 我这几个月我才知道咧 哦 那个也是算是新兴的,他也是蛮小光的 这方面的呢? 对,可是他 并没有怎么样公开,我们都不懂 他也没有去公开这样子招啊 所以 就不知道咯 就不知道咯 他们又接触会这种啊 嗯 对哦 嗯 这样这样你有什么 你刚才讲的是 你没有 你好像 你老了嘛 这样你有什么是想法 可是没有做出来的 应该有啊 很多 是吗 会不会讲的 你什么想法是 可能老 这个小放可以 哈哈哈 打个比方 马来西亚旅游乐还是很弱 嗯 那么 如果有一个窑 那个地方是 Bantaraya可以给来生我们烧的 嗯 然后 烧了之后的餐具 旁边有一间 餐馆 全部 都是用我们烧的 都是用我们烧的 对了 嗯 然后这种给他一个艺术定位 嗯 然后 很多Hotel或者Motel或者Hostel 嗯 起在旁边 给外国的人进来参与 因为上一次我们跟李宝同意交委员烧的时候 已经很多外国人叻 50%是新加坡人 然后还有澳洲的 还有一个澳洲的 都是 那个 委员的 学生吗 不是 都是外面看到委员的Facebook 嗯 嗯 他们就约定时间在那边烧 嗯 嗯 不知道我们的私人名义啊 你讲 要靠Bantaraya 这种用 他又是另外一个 在马来西亚算是另外一条路 路径啊 Bantaraya 不会做的啦 就我们华人做而已 嗯 没有我觉得 你要进入那个圈子 要还是有的 我觉得还是有马来人在玩吃 他我觉得 有的 我们华人不熟悉 大家玩啥 有的 我有进马来群的 可是 这样说 你叫他们做啊 嗯 不大合群啊 其实是不大合群 谁不大合群 他们不大合群 嗯 他们本身也是 有分 他们 有的 哦 就他们的艺术家也是属于 个人风格 特地图形啊 嗯 对啊 所以这样就比较好 嗯 所以我们华人在本地玩艺术 真的是 很难很难咯 没有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啊 而且又有一个很奇怪的宇宙定律 就是玩艺术的人好像都比较穷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你有看那个文森老啊 文森老就是 他就讲到 他就 他就 借以前 一换来这样的拯救啊 啊 林先生他本身是文森师 所以 他叉择他的生活一部分 你要是有正业的 他也是有正业吗 他也是有正业吗 对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嗯 我是看到 延宁啊 嗯 延宁的视频 有 有你 延宁 啊 你的永乐园以前的 云宁啊 啊 云宁啊 我是看到他那边 我才看到你 张老师 嗯 张老师 那时候是茶鞋的那个 活动来的 云上茶会嘛 然后 我就 要求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测拍 哦 然后也有一个小秘密 我是 和他 嗯 也不算和啦 我要求 他有没有那个资源做本地茶 啊 结果他就在 呃 呃 当嘎 拿到 这个 城乡木的叶子 哦 去做第一批的 白茶 啊 马来西亚 白茶 啊 在我家 有啦 嗯 哦 可惜今天没有带来他 可惜今天没有带来他